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 台南过生活 台南侠头路就业博览会 将于11日在新盈体育馆登场 有86家厂商释出6000多个工作机会 其中有3000多个持缺薪丝超过30k 而且还提供免费的专车接驳 让求职民众往返更方便 同时路程也会停靠台唐新盈铁道文化园区 唐福印刷创意馆 让大家看到新盈的地方特色 代理事长李孟彦是 市府每年办理约300厂次单一 小型中型等争财活动 每合率达六成以上 男士失业率逐年下降 从99年的5 15%下降到105年的3 8% 李孟彦并表示 市府每月召开一次重大投资汇报 由他亲自主持两亿元以上投资案特别专案列馆 目前列馆洽谈中的案件包含观光饭店投资案 投资金额约一兆2000亿 将全力协助企业解决持照 环凭等相关投资问题 相信在民间与政府努力下 带动更多就业机会 将台南建设成为一个在地人的好所在 出外人的新故乡 今天市府宣传会 由代理事长李孟彦 工会代表及参与厂商 透过模拟手机 APP地图导航定位 新银知名景点如五分车 天鹅湖及青创基地等在地特色 共同宣宝介绍当天就博会各项工作职却及贴心服务 劳工局长王兴基表示 这页博览会有面试模拟CPS之牙 咨询求职托儿装发水当当 踏硬体验DIY 抒压按摩多项贴心服务 同时为鼓励求职者多投运力 促进求职机会 只要投一家以上运力就能获得礼物 求职交通接驳车 当天自早上8点半至12点 每30至35分钟就有一班接驳车 往返西营火车站至活动会场